各位早晨,端午節,我是吳仔 我是喜哥 我們是喜5,端午節晨早新聞報寸 謝謝喜哥 一股片藍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地區帶來趙雨 同時高空反氣旋正覆蓋中國東南沿岸 預料今日的天氣大事多雲,有幾陣趙雨 早上局部地區有雷暴 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溫約32度,吹和換偏南風 初時離岸風勢減中清靜 接下來兩三天,趙雨會逐漸減少和見多些陽光 你真是不知道,天氣雷浪 天文台預測跌至零度,星期三黃燭客 大家覺得應該是天文台,28度跌至零度 應該是天文台懷機而已 六月飛鑲 對呀,每個人都笑得哀傷 現在都六月飛鑲了,天天都六月飛鑲了 香港很恐怖 昨天真的有人跟我說,糟糕了,沙田撞車 那件事很可憐 涉事私家車正在放售 災的買家就試車,變撞車 女司機涉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被捕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網上看到這段影片 燈位一出,跟小巴撞尾,然後小巴就翻了 你看蘋果的新聞 現在最新的新聞,你看到裡面的人流血 很恐怖,肉血 這宗奪命小巴意外就非常恐怖 當時就砰一聲,天旋地轉 然後乘客說見不到司機的頭 我估計應該是 砰那一下衝力的頭撞出去之後 一反就夾到車底 很恐怖 是啊,真的 這是803線的小巴被撞飛後 小巴司機被車身壓住頭部 連頭都在車外面 你想想,身就在車裡面 頭就在外面 救起就證實不治 33歲私家車的女司機涉危險 導致他人死亡被捕 當時車裡面有6、7人 目擊者,即入面的乘客 就說自己坐在司機位後兩排 之後一聲,天旋地轉 可能以為自己撞了等 還以為他猜的 司機沒有反應再跟你溝通 看到被救出的新聞 才得知小巴是被私家車所撞 很恐怖 很多人都慘了玻璃 要排隊照X光 腰又扭傷 又看看鼻尿科 看看有沒有內臟受傷 很恐怖 你看這些血量 好像我平時打的恐怖遊戲 真是 整架翻了 阿里陀佛 意外的東西周時都有 今天又有一架 黃色有兩條線的車 好像 那套車那套叫什麼 什麼時速 我都不記得了 總之 John Seeler 不是,John Seeler 和那個 總之今天又一架 類似的那些車 撞到爛了 大家 駕車 小心 很難說的 有時候意外的東西 中國有一宗天然氣爆炸 炸死很多人 報出來也有三十幾個重傷 那真是 這些不關天災的 這些不知怎解 很難說的 爆炸一定有的 你用得這些東西 湖北市場 天然氣爆炸 炸到周地都壓力 救出一百五十人 在那個地方 現在都排了大隊 那個醫院 想說 講起這些意外 過去就過去了 講一些現在式的 今天是世界捐血日 原來在疫情之下 捐血者就跌了四成 原因可能就是疫情 大家就怕感染到什麼 因為好像聽說過有人 曾經打針 接著不知染了什麼 但是很少 很少 給你打針 然後有什麼副作用 更加少 捐血救人 就是很需要的 大家今天放假 不如去捐一捐血吧 好嗎 我沒有辦法 我自己本身有地中海貧血 就不能捐血 但是你們都是一些 其實捐血好 因為香港人吃那麼多 那些 古靈精怪 營養豐富 幫自己馬上飲得 身體健康 是好的 捐血 好嗎 再講一下 譬如這個疫症 講疫苗 之前有個醫科生 腦血管有不正常的情況 我說中風是原因 就不關疫苗事 孔帆毅這樣說 他每次出生來都不關事 沒有一宗關事 完全沒有關 有些網上的人就說 你單單都說不關事 找你做數據 那你何來數據可言呢 那數據就是100%安全 是啊 真的 這樣說法 100%安全 大家喜歡打就打 再講 有心肌炎個案 依然是 重複講這個心肌炎 我想 這個是 幾普遍的問題 現在發現這個心肌炎 就是個案大部分是16歲以上的青年 男性多於女性 通常打了兩劑之後 就不是一劑的時候發生 只是打了兩劑之後會發生 那這個就說是一種叫mRNA的 技術形成的疫苗 但是看到Beyond Tech都好像有這個心肌炎 還有看新年和有新聞也有賣過 那大家自己注意一下 有這個問題 那下面就說 心肌炎是什麼呢 是常見的心臟疾病 就是因感染病毒而患上這個病 那有聽過說疫苗就是打一些病毒下去 讓你產生抗體 但是病毒很少 會不會就是這樣形成呢 那讓專家自己說 那它會怎樣呢 病徵就是心口痛 心律不正 有可能會發燒 那我看到新年這段影片 它是反覆發燒的 那部分嚴重者就會導致心臟衰竭 甚至死亡的風險 那也是跟著報紙這樣說的 那再說 昨天有個笨賊 拿一個BB彈槍闖入這個旺角的藥房打劫 那警察就賀槍實彈到場抓人 那這傢伙在紙袋裡有一把BB彈槍 和一把萬用刀 這個人是40歲的 那也挺愚蠢的 你衰多幾錢是重的 你打劫 其實你做什麼呢 那些藥房你賺得多少錢 拿一支BB彈槍進去 坐多幾條罪 無牌管有槍械 藏有攻擊性武器 還有行劫 以前的藥房可能有很多錢 現在的藥房 現在的藥房是等到倒閉了 他可能想進去坐久一點 沒有錢交屋租 其實有很多這些愚蠢的事 香港其實很暴力 很暴力 土瓜環那邊 有十個惡漢搗亂士多 推貨架撞爛玻璃 你看多誇張 碎了 碎了玻璃在土瓜環 粉碎 昨晚11時下鄉到48號 一間是藍芽人開的士多 被另外十名藍芽大漢 手持木棍衝進去店裡 蓄意營毀破壞 玻璃門全部破壞了 那些雪櫃才貴 何必呢 大家同鄉才做得這樣 打傷了26歲的藍芽負責人 和兩名朋友 傷者分別是24至28歲的 就未有人被捕 九龍城區 所以你不要說九龍城區 是有錢老區 我相信昨晚應該還有些人在 因為很多人吃飯 消遣 不過可能沒什麼 怎麼說呢 一天喝酒酒吧 人家說要打針 吃飯又吃不到這麼晚 不誰知 好亂 土瓜環又有另一件事發生 女子飛舵後巷死亡 懷疑是有情緒病 60歲 那些記者真的走完又走 剛剛九點鐘這一個 跌落到街 然後十一點 轉頭又有一個 破刑委那件事 這件事就是自殺 昨天有很多 其實每天都有很多 如果報紙不賣 我也不會說 荃灣公下 藍芽又墮樓 宋苑後就不治 死者就47歲 沒有留下遺書 就說死因無可疑 無可疑之處 都是下面那些殺馬里亞 防止自殺會那些 另外有人在深水埗的玻璃瓶 從天而降 揭女子 在深水埗的玻璃瓶 在深水埗的玻璃瓶三小時 又是這樣的 女事主38歲 就被人遊說 進去 進去坐什麼 搞到很緊張 昨天深水埗的玻璃瓶 在深水埗的玻璃瓶 那些圖人在觀望 很多這樣的事 看不開 希望大家積極求生 有些人問 昨天在印度神龍的影片 問我 這麼長命餵什麼 我回答他四個字 服務眾生 眾生供養我們 沒有人跟我們做衣服、褲鞋物、水 你能生存得到嗎 其實一個人的生存 是很多人在服務你 你要想想其他人才行 曾經有些吸毒的人 跟我說 我自己吸毒 我自己吃而已 為什麼要輪迴到惡道 因為人本身的本質 就是要服務眾生 如果你經常想自己 解決了自己的生命 那 回不了人道 你現在很慘 你將來 下一世 我們不是看一世 因為世界的物質是循循環環 之後是更加慘 我相信一定是更加慘 人是中中間間有得選擇 昨天屯門發現這個傷屍命案 凌晨3點8個字 屯門市廣場四座平台 有人高處到下 跌了兩個下來 證實一個六十多歲的男子 和另一名六十歲的女子 倒地 相告不止 又是太多了 真的報不完 大家自己珍惜生命 珍惜生命 說到有些人很熱衷去玩 但每次去到星期六日 我說幸好星期六日有些下雨 我沒得報這些新聞 但昨天就叫做停了雨 西貢有一個浮潛熱點 又有人浸死了 41歲的男子在綠彈島游泳 是預的身亡的 都是這樣 玩水 很多人去的地方 每一次都會游 是樂極生悲的 沒辦法 欺山莫欺水 正所謂 再說 剛才說的那個 爛了那一輛 是野馬 你看爛了一輛 是不是狂野極速那輛 知道 簡直是 有兩輛 黑色在中間 油麻地 有輛車 砍垃圾之後 脫疆滑行60米 再撞銀行大門 整輛車就爛了 爛了 那人有沒有事呢 先看看 昏迷 31歲昏迷 是不是玩飛車那些 你買得這些車 當然是 肯定是 狂野極速的粉絲 好彩 被他撞那個 垃圾車司機 沒有受傷 意外中 銀行的門口 那個梯級 還有廚窗 就爛了 那個人 就爛了 那個人 真的 唉 真的 好恐怖 那些新聞 見到這麼多 就 真識生命 有時候 有些人 就自己搞定自己 有些人不想死 就意外 沒辦法 你唯有做些什麼 可以保障自己 你買保險也沒用 賠錢 人就死了 我經常說 我的保險 生活 養生 如果 積福 有些事情控制不了 就做善事 所以 不厭其煩 再說一次 今天是世界捐血 大家多久不要捐血 應該都很久 不然紅十字會 都不會呼籲 做到的就做 我沒辦法捐血 我只能呼籲你們捐血 我當時也不知道多想捐血 譬如有些特法 你們不知道 平均一個女人小產 要捐三包血 我今天上網看過資料 有些老人家 我當時 爺爺 跌斷了一腳 他輸了八包血 我當時也很想捐血 我想還給世界 但因為無奈自己的身體 就不適合捐血 就只能夠在這裏作呼籲 今天時間差不多 希望大家可以積福 為自己積一些福 就不要只想現在這個狀態 不好不好 其實多不好 都可以好的 希望大家 記住我昨天 因到神童四智真言 真是幫到你這一世人 都可以積到一個快樂的人生 好 今天時間來到這裏 麻煩你喜哥 要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鈴鐺 分享下留言給你 拜拜